公司翘了一年多了 也看大家都要回家了 现在还不发工资 我就坐这儿不走了 偶然相遇 邂逅真挚爱情 这个小手如何 是兄弟们一块挑的 得先收下 我是德顿脚费媛媛 她已经去国外了 你不要等她了 既然她受了刺激 甚至不轻 连亲人都不认识 我看她对你有感觉 吴小姐以前帮过 现在她有难了 这点忙碌的她管了 以往情深 为爱下定决心 以后这就是家了 她自己家里人都不管她了 你在中间猖和什么呀 现在记不开我 我不能见此不救 普法栏目剧五集迷你剧集 傻机第一集正在播出 结婚 对 咱们结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个小手术盒 紧紧收下了 以后这就是家了 平白无辜带个傻子回来 她帮过我 她有困难 我必须得帮她 脑子有问题 你给你家来干啥 我不能丢下欣然不坏 你给我的小祖宗你不坏 这咱们给你家 你搞什么你 我是爱欣然的 如果她好不了的话 那我就一直刺牌 你来生老婆了 这个媳妇不能要 你们好好照顾欣然 我走了 你们好好照顾欣然 不要偷偷忘记我 正常过去 看这个媳妇化的 土豹都配不上吗 欣然不见了 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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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老二回来 就赶紧去想看想看 她四婶介绍的那个 我看不咋好 长得不厚道 装务人家 要脸蛋有啥用啊 能生孩子会过日子就行了呗 叔 谢谢 这不连石吗 把对象给领回来了 不能吧 那女的一看就是城里人 就是 来 吃水果吧 都是刚洗的 干净着呢 那个心 心燃 对对对 心燃 你是做啥工作的 你是咋认识我家连石的 以后这就是家了 那老板 你怎么办 先吃点水果 一会儿就吃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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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妈都有点糊涂了 咋了 你和这程里姑娘 到底是啥关系啊 刚不都说了吗 她是我朋友 老二啊 他这个人的脑子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是啊 感觉不太正常 既然受过伤 他大脑子确实有点问题 那儿都会好吗 你看看 平白无辜带个傻子回来 这算怎么回事啊 就是 脑子有问题 应该住个院 你给你家来干啥 她是我恩人 她有困难 我必须得抱怨 哎呀 哎 你干嘛呢 我们来找张总 找张总 张总不在 走 都说了张总不在 再往里吵我报警了 报警 好啊 你把警察叫过来啊 正常把警察叫过来平民脸 公司撬我们一年多了 也看大家都要回家了 现在还不发工资 让我们哭的时候回去啊 你们这样做事 违反劳动法的 就是 就是发我们公司 你也是出来打工的 难道你就让你老板 这么嚣张 不发你公司啊 我就问你 我们过来这些公司 我们做错了吗 无论如何 我今天不能让你们进去 不让进去吧 行 行 我就坐这儿不走了 你坐这儿不走了 我就不信了 他能在上面待一辈子 哎 你们不能在这儿待着 怎么回事啊 吴小姐 他们说管张总要钱 对 不给钱就不走了 我们就耗到这儿了 你跟张总长得都挺像的 都这么说 长得像有用吗 他也不会因为这给我钱呢 反正不给钱 我们就耗着不走了 对 我们走 我们走了 你们先稳定一下情绪 我去跟张总说 你怎么了 都川 楼下有很多农民工在给你讨工钱 你知道吗 他们还没走呢 那些人看着挺朴实的 其实一个比一个狡猾 你干嘛要拖欠他们的工钱呢 他们工资加起来一百多万的 不是我不想给 是投资方拖着我的钱不给我 那你也不能这么靓着人家呀 你这么拖下去 那事情肯定越来越大 你得给个说法 无论如何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 这么下去 这责任可都是你的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是 你别告诉我 你没有赚到一分钱 不 不至于 我会想办法的 我把他们工资给他们还不行吗 可以吗 你确定 确定是确定啊 只不过咱们的欧洲旅行可就 以后再说嘛 先解决点下的事情要紧 我要给媳妇买件西医大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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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那 吴小姐 我们的工资要没有你的中间的话 不会那么快下来 好 这个小手术盒 是兄弟们一块挑的 请您收下 这个我不能收 你们挣的都是辛苦钱 得到薪水是理所应当的 根本不需要感谢我 吴小姐 这个您一定得收下 我们要不意思一下 这心里玩意过意不去 你的心意我领了 吴小姐 这个您一定得收给了真的 您要是不收的话 回去他们会收拾我的 收下吧 那好吧 我收下了 待会儿谢谢兄弟们 他把你们要回了工钱 确实算是有恩 那 那后来呢 他怎么又变成这样了 后来薛言出事了 撞伤了脑子 他爸是个小领导 当时正在接受调查 他妈妈死得早 现在的妈妈是他后妈 他爸没出事前 家里特别热闹 出了事以后 亲朋好友都不知道去哪了 还有那个叫郑德川的 以前装作对他是一往情深 他爸一出事 立马消失了无影无踪 你爸爸那边刚出事 你姐他又 这倒霉的事怎么都赶在一块了呢 我姐和真可怜 我更可怜 你爸爸正在接受调查 家里银行账户暂时动静 我供你上学都难了 哪有钱给他看病 怎么办 谁能帮妈妈分担一下 妈 我姐好像醒了 西人 西人 你醒了 我们在医院 你感觉怎么样 大夫 我女儿的神症还能恢复正常吗 我们医院条件比较有限 提供不了更多的帮助 你们可以先出院 进行保守治疗 或者去一线城市的大医院 继续进行治疗 当然费用会比较高 还需要 我需要更多的帮助 你等一下 谁会让你再给予我 我做不了 没有 他肯定是你 你现在想听得懂 你去要什么 德川哥来了 怎么不太对呀 你认错了 我是贺莲石 我不是张德川 差一看我也认错了 那你是张德川的兄弟吗 只是认识而已 小伙子 你过来一下 阿姨说这话也不怕你笑话 欣然他和他爸这一处事 那个张德川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然他受了刺激神志不清 连亲人都不认识 我看他对你有感觉 阿姨求你个事 你先扮演一下张德川 等他恢复了成熟力再强些 就告诉他真相好吗 吴小姐以前帮过 现在也太有难了 这点忙我们不帮忙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小伙子 那就说定了 你每天抽空来看看他 行 就这样 我每天都要去医院看看 一周后他出院了 我本来以为我没事的 可他后妈又来找我了 年时啊 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了阿姨 都要出院了吗 我现在找人借钱 没一个搭理我的 这是强倒众人推啊 你是好心人 你帮阿姨一个忙 照顾一下欣然 他爸是被冤枉的 没犯过什么过错 查清楚之后肯定能出来 我们全家 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 阿姨给你去工了 阿姨 您别 您别 阿姨啊 不是我不想照顾欣然哪 毕竟我还得干活 就不能总去你家呀 那你带他回你家咋样 这 这虚然他能适应得了吗 有什么不适应的呀 他现在脑子是一片空白 什么都不记得了 唯一记得的就是张德川 而你和张德川长得又那么像 他现在离不开你 说实话 我是多想给他找个好人家 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 还能指望他有什么未来 遇到你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如果不嫌弃的话 我这闺女就是你的了 他这是要把小闺女嫁给你 不是 我只是答应照顾他一阵子 不管怎么说 你把这事揽到身上 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他自己家里人都不管他呢 你在中间掺和什么呀 就因为他帮你讨过工钱呢 无论如何 现在离不开我 我不能见此不救 这个糊涂东西 我的天哪 这平白无故地惹了这个麻烦 我问你 他要是致富豪咋办啊 他在家里住一辈子呀 你都没想到 你都没想到 他在家里做什么 你都没想到 你都没想到 我去真的是 我会被你戴上误能力 你去给你戴上误能力 他就会带上误能力 所以我又会带上误能力 我一体偶像是 让你长得纯能力 你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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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我可不得了 我可不得了 我说儿子 她是帮过咱的忙 可那工资 毕竟是咱该得的 她在咱家住些日子就行了 可不能没完没了的 这再说了 这孤单寡女的 这算怎么回事啊 你还是得赶紧把她送回呀 好了 童童 连续哥 你咋来了 借我点钱呗 我这没钱呀 你家不刚把烟业的给卖了吗 是 但是钱都在我爸那呢 这个打乱 你等会儿 我给我爸打电话 喂 爸 那个连续哥来 想借点钱 你看 借钱啥用啊 把电话给他 二舅 你借钱啥用 我看病 我看病 你家谁病了 你爸还是你妈呀 都不是 你不是想给这个混成来的傻丫头治病吧 不是我说你了 你是钱多烧的 还是脑子耳对替了 平板我不理你傻女人也就算了 你还给她治病 咋的呀 她是你给弄傻的 不是 跟我没关系 那你凭啥还得给我治病 这儿脸上都咋说的 你知道吗 挺人鲜眼的东西 养个傻女人 没头没脑住在一块 还四处用钱 给她施病 你钱大方挂了的 哎 爸 那个我这儿还忙着呢啊 先这样啊 哎 雷师哥 雷师哥 一定会有办法弄到钱的 实在不行 我就贷款 那个他有一天 Has中虫 温存 肯水 身壮里蹭 熟里也没舒适 哎呀乱 让你笑嘛 大爷 哥 我还客气啥呀 来 喝水 谢谢大娘 翠翠啊 你跟那边手续都搬利落了 利索 我俩没孩子 痛快 大娘不赞成你离婚 这人哪都有缺点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整天打你 凑合凑合也就过去了 这两口子的事没这么简单啊大娘 离婚了 那就再找一个 大爷 你帮你物色物色 不急 大爷 哎 连师哥呢 他呀 不知道去哪了 平时不怎么出门 我添加的人说了一嘴 我连师哥心真大 这女的歪有个好歹呀 你家可就惹上麻烦了 谁说不是呢 可这人都领回来了 总不能就这么给扔出去啊 外面的闲言碎语 我们不是不知道 哎呀 这 怪你连师哥这脑子发昏呢 都是没媳妇给闹的 提起这事啊我就闹心 你看看都这么大岁数了 整天不着调 谁给介绍也不上心 现在可大好 跟招了魔似的 你会这么个傻子 大娘不急 连师哥这么好的人 咋能找不到好媳妇呢 等碰到好的呀 他就把这傻子给忘了 实在不行 我嫁给他 大家尽好 哎 老二 你怎么才回来呀 翠翠等你半天了 他离婚了 啊 为啥 不提这茬了 哥 这几年过得咋样 还行 你们聊聊 我进去看个信 哥 明天天好 咱俩进场干好不好 进场干啥 买点东西 看看电影啥的 我有事去不了 你去吧 那行 你不去 我也不去了 你呢 大大爷 大娘 连师 我先走了啊 翠翠 可不这么快 再多坐会儿吧 坐了坐了 再坐一会儿吧 你个傻孩子 你怎么跟翠翠说话 我怎么说话了 人家翠翠 要跟你上街看电影 怎么不去啊 就是啊 人家明显对您有意思 这 这连我都看出来了 我和他 不可能啊 哈哈哈哈 哎呀 爸 妈 看电视呢 嗯 哎 我说老二 你到底是咋想的 老二 你跟我说句实话 她到底什么时候能走 咱家还要到底养她 到什么时候 我不都说了吗 病好些就走啊 都糊弄鬼呢 这些天 家里给你张楼这个 张楼那个 你一个不堪 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你是不是要当做媳妇 她说带回来养病报恩 就是怕家里反对 故意放的烟雾蛋 我看哪 这糊涂东西 早就相处成啥几人了 就是想娶的 我也是觉得 根本就不是什么保恩 你到底是咋想的吗 我就是想娶她做媳妇怎么了 哎呦 你说咱们这个家 哎 造什么孽了啊 你就是娶个缺民的缺炎 二婚带孩子 也比娶这个脑子有病的强啊 我看你呀 就是色没心窍了 你看看她 她除了皮肉嫩 脸色好看 还有啥用 你要伺候她一辈子 你们在一起 那以后 还不得影响后代呀 将来再生个傻孩子 咱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哎呀你们都别说了 这些日子我也想过了 如果她好不了的话 那我就一直伺候她 交给别人我的东西 我看啊 你就是剃头挑子 她一头热 人家啊 根本就没相中你 结婚 你愿意 娶你对面结婚 结婚 爱她一生一世 忠诚于她 对 咱们结婚 妈 妈你怎么了 妈你怎么了 妈你怎么了妈 啊 结婚呢 太好了 我赞成 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不干涉 我肯定是要参加婚礼的呀 下周六 好嘞 哎 妈 这怎么能行呢 我姐现在根本就不清醒 她是把贺莲石当成了张德川 她根本就不爱贺莲石啊 还什么情啊 爱啊 她现在这个样子 有人要她就不错了 没准以后就好了呢 要治好她的病 谁知道还得多少钱 现在医生开的药都那么贵 我供你上学还费劲呢 哪有钱你的支笔 那个贺莲石就有钱 她是没钱 但是她有时间有爱心 你看看她对你姐多好 你姐遇到她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 那可是稍高想的事 我这么做是对你姐最好的安排 来我们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喝 好 非常感谢我们父老乡亲们 才来参加我们贺莲石先生 和吴锡然女士的婚礼现场 来这里让我们忠心地祝福两位新人 永结童心白头水老 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来 走过来先生 走过来 走过来 来 学我啊 哈哈 玩笑 玩笑 好 站过来 来 好享受 爸爸 大姨 岳母 各位谢谢你们 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谢谢 谢谢 来碰一杯啊 谢谢你们的酒啊 祝你们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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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过来参加婚礼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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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一个啊 来 坐 欣然 你在这儿等着 烈石一会儿就来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鸡屋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要 亲家 我城里还有工作 今天向左边走 那好 让连石和欣然跟你们一块走 到了城里顺便把证办 把结婚证办了 对啊 怎么了 结婚证 不着急吧 结婚证 还是早点办得比较好 就是 这喜事都办完了 为啥不领证啊 现在 恐怕还领不了 领不了 为啥 因为 他已经和别人领过了 啥 跟别人领过了 谢谢 你没开玩笑吧 这到底咋回事啊 是这样的 欣然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叫张德川 他们商量好去年秋天结婚 所以就把婚纱照也拍了 照也领了 啥 我不是有意瞒着你们 我是真的把这事给忘了 那段时间 我们家事情特别多 他们两个商量结婚之时 他爸爸突然被警察跟走了 然后张德川就失踪了 估计是张德川 看他爸失去了权力 想要毁婚 所以才突然失踪了 可是欣然这孩子 心仰太实 不相信张德川已经背叛他了 所以就在他们约定好结婚的日子里 穿上婚纱等他的新郎 你傻不傻 他不会再来了 不会的 他没说不来 喂 欣然姐 我是德川表妹媛媛媛媛媛媛 媛媛媛 你哥在哪 你知道吗 欣然姐 你这是何苦 我告诉你 他已经去国外了 这不可能 我们马上就结婚了 你再啥也干净了为什么 不要等他了 欣然 欣然 你去哪儿 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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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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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那么容易忘啊 依我看 这根本就是个阴谋 是你故意忘的 傻子都知道 不是自己亲生的闺女 发受连累 所以推给我们 不是这样的 好了好了 杨夕然已经结婚了 杨夕然和莲是结婚事 就做黄了 这事无算数了 杨夕 最近就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怎么说呀 啊 妈 我是爱欣然的 欣然他现在已经不开了 至于领证的事 那就好再说吧 你这个傻瓜 你怎么知道他会好啊啊 再说 看好了以后我还能要你吗 爹 爹你 这没心你 你 你就是欺負我这汗师的儿子是吧 我敢招呼你哥你了啊 你叫他蠢 妈 别吵了 我既然把仙人带过来了 就是为了赵哥 既然如此 那我以后 就还像当哥哥那样照顾他就好了 那倒不用 你们俩只是暂时不能领证 半年以后去法院申请就行了 好 既然婚已经结了 我就会一直好好照顾他 等你家情况委员之后再说 儿子 就这么认吗 妈 婚已经结了也只能这样了 新人他现在身子不好 他离不开我 咱不得雪上加霜是不是 既然已经这样了 咱也得 给新人找一个安顿的罚子吧 我们家 我们家 从来没办过丧良心的事 婚礼 已经办了 我们家 怎么说 怎么说也得给你们留半个脸面 就算不给你们留 我们 我们 也得给自己留 是不是 啊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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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行的 就给你们 再办啊 婚礼 正是结果 好吗 两人已经是合法夫妻 所以他跟贺连时 即使举办了婚礼 也是无效婚姻 而且吴兴然现在的状态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 第十三条规定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 带领民事活动 即使吴兴然在监护人的代理下 向法院起诉 与张德川离婚后 也不能与贺连时结婚 因为根据我国婚姻法第五条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不许任何一方 对他方加以强迫 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也就是说 现在都无法料理自己生活的无心人 更谈不上是否自愿结婚 而且我国婚姻法第七条也有规定 患有医学上认为 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禁止结婚 所以吴兴然即使离婚后 在他恢复正常之前 被禁止结婚 回到故事中我们看到 老十八教的农村小伙贺连时 曾经在吴兴然的帮助下 成功要回了工钱 而贺连时对吴兴然充满感激的同时 心中也种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 现实生活的差距 让贺连时只能在心中默默爱慕着吴兴然 而看到兴然失忆后 贺连时的心中对吴兴然又多了一份怜悯之情 这让贺连时更加不愿意 也不忍心对吴兴然不管不顾 于是他将吴兴然带回家中照顾 虽然贺连时知道 自己给不了吴兴然想要的生活 日后也可能不会跟兴然有结果 但是出于心中对兴然的那份爱意 贺连时不愿看到兴然得不到悉心的照顾 所以他不顾世俗的眼光 甘愿照顾吴兴然 可是现在的吴兴然神志并不清醒 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贺连时跟吴兴然的这场婚姻 还没有法律的保障 那么接下来面对着家人的不满 街坊们的指指点点 以及后面可能发生了种种不稳定因素 贺连时能否继续将吴兴然 留在自己的身边照顾呢 吴兴然这个傻媳妇 又会在贺家闹出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接到举报 你们家拐卖妇女 这个媳妇不能要了 她现在只有我了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抛弃欣然的 玫瑰 这说明她的思维已经好转了 眼镜 得穿 对 自从她进了咱家 一分钱不挣啊 光找麻烦了 想起人家的媳妇无非就是干活 做饭 生孩子吗 就这三样 她做哪样了 这么下去啊 早晚得出事 可人吗 怎么办啊 你还知道你别叫我咋的呀 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喜 我不能丢下欣赏破坏 jar到喜 动 MARBLE 杀 éo 夫尔老 illust 还能令您好好 бер 超车 走了 Acho 气 灯 那么 United 発 安全 短 述 更